是,是,毁灭神听之主乖乖点头,是很危险,那噩梦般的一幕他还记得,他们中一个同伴惨死,他们离得远点侥幸活命,却因此分散开了,四个联手都遭遇大难,完全分开,那还了得? 他这才来求北冥,和北冥道军一比,他们几个实力差距太大,北冥道军那是一剑能够轻易斩杀孤独陛下的,道军,我也是没办法呀,告诉我,你们在西斯祖祖地的哪一处? 纪宁问道,我会尽快赶到,还有,你们如果有一切可能,全力保护住我丹师傅,否则,我到时候见了你们,你们也得死。 丹师傅?毁灭神庭之主一致,他知道纪宁和丹尊者关系不一般,却不知道纪宁是直接称呼丹师傅的。 星图,纪宁看着他,道军,这是星图。 毁灭神庭之主一挥手,面前立即悬浮着一片星图,其他地方都是很虚,只是详细记载了西斯祖的足地。 纪宁看着,和五位至尊在一起时,早就得到了整个混沌宇宙各处的详细记载。 唯一对自己有危险的西斯祖祖地,更是重中之重的记载。 纪宁的西斯祖祖地星图,可比毁灭神庭之主的,要详细的多了,一眼就确认了他们的位置。 好,我知道了。 纪宁点头,随即转身和盲牙主宰一起沿着时空通道离去了。 回到阎龙玉界的芒牙国,芒牙主宰老脸上满是惭愧。 北冥,我也没想到这毁灭竟然会干出这等事儿,和我相交这么久,他竟然会这样。 纪宁却是摇头道,为了保命,小小欺骗你,又能算什么呢? 墨苍玉界,大地星辰外的虚空中,纪宁本尊带着八徒弟十则和纪明月、纪义船、玉池雪、菩提、风魔、苏油姬、青魔、护卫白容、秦火神他们正在聚集在一起。 我此次去西斯族族地,不瞒你们,的确是有些危险。 纪宁说道,我也没把握庇护你们安全,所以你们且在这儿等待,我已经让达峰领主朝这儿赶了,他会来这儿接你们回去。 因为就一搜玉界非洲,纪宁还要去西斯族族地,所以就让达峰来接了,毕竟,去救单尊者是越快越好,而自己家人们在这墨苍玉界内待一段时间也没什么。 其实,玉界非洲原本是有两搜的,只是杀死孤独陛下得到的那一搜,纪宁也赠予了女娲。 主人,我随您一起去。 苏油姬说道,我不怕危险。 宁儿,玉池雪也有些担心。 纪宁摇头,都不用跟我,亲伙,你要好好保护好他们。 放心吧,主人,不过主人,你也要小心啊。 嗯,清末,你更细心,也要保护好我家人和我师父他们,你的法身这次就随我一起去吧。 是。 清末主宰露出喜色。 那地方,连纪宁都觉得危险,清末主宰本尊是不太敢去的。 可若法身去的话,能够经历一些特殊冒险,也是对修行有益的。 他明白,这也是纪宁在帮他。 至于像苏油姬、明月他们一个个,虽然也有法身,只是都留在阎龙玉界,而且他们实力太弱,即便新养一座法身,可法身去了西斯祖族地距离太过遥远,本尊是无法感应到的。 自然也就没办法蕴养法身,法身内部的一丝神念甚至会消散掉。 所以,带着去冒险经历,也仅仅身为主宰的轻魔能沾上点光。 明月,交给你一件事。 静宁看着女儿说道,我这徒弟实则还没真正开始修行路,怎么教他,在他回到阎龙玉界前,就暂且交给你了。 放心吧,我一个道君教他,还不是轻轻松松吗? 静宁月自信无比,他看着实则说道, 实则小师弟,我会好好教你的。 是。 实则乖得很,周围各个境界都比他高了不知道多少层次了。 当天,静宁便带着轻魔的法身,让轻魔法身驾驭着御界非洲,朝西斯祖族地进发了。 耗费一千两百余万年,穿过遥远的距离,静宁和轻魔法身所驾驭的御界非洲,终于来到了西斯祖族地的范围。 那就是西斯祖族地吗? 静宁看着前方,前方无尽黑暗中,却有着巨大的散发着光芒的球体。 那球体此刻,李静宁其实还很遥远,它大概能够媲美二十座御界大小。 它就是西斯祖渗透进混沌宇宙后,偷偷摸摸建造的一座庞大的老巢。 它建造得非常快,大体在混沌宇宙外就建造后,而后直接渗透进来,进行组装构成。 这就是西斯祖扎进混沌宇宙的一根钉子,让修行者文明根本奈何不得。 欲邪非洲很快靠近了过去,穿过茫茫光芒,里面便是千奇百怪的世界了。 整个西斯祖族地就仿佛文明世界,一眼看去还能看到一些星辰。 有些星辰都破碎了只剩下残骸,露出内部的一些西斯祖兵器的残骸。 残骸上有这些密文流转,依旧未能稳定,显然当年也是威力极大。 一些星辰残骸太过庞大,根本无法搬动,至尊或许能带走,可也不懈去搬这些垃圾。 外宇已经被攻克,能带走的西斯祖兵器,当年战争时都被带走了。 吉宁说道, 也就当年被封建的许多区域,还有大量完整的西斯祖兵器。 主人,我们这次要去的就是一处封建的地方吧。 清魔主宰,又胆战心惊,又激动期待。 吉宁点头,当初战争是要抓紧时间,所以怎么干脆利落就怎么做。 那些有些危险难啃的骨头,至尊们直接就封进了,将敌人困在里面。 出不来,自然就没威胁了。 当初封建了许多地方,最后西斯族老朝内部区域实在太危险,至尊们将西斯族的反抗,进阶杀镇压后,直接将西斯族老朝核心都封进了。 西斯族老朝核心内,的确有很多强者,像西斯族尊主都有好些,可他们杀不出来。 他们借助地利是能赢,可至尊们不能往里闯。 所以,他们只能杀出去,在没有地利的帮助下,杀出去的结果就是最终还是遗憾战败,被至尊们成功地封进了他们。 外遇的许多封禁,这无数年来,也在一个个被逐渐开启。 吉宁说道,主宰们去冒险开启,至尊们还是乐意看到的。 就算偶有主宰死去,也是同归本源,对整个混沌宇宙没有太大的影响。 当然,如果整个混沌宇宙的主宰们死去七八成,这种大规模死亡,那就影响大了。 最主要影响就是,在面对外来文明的时候,没有足够的人手抵抗。 当初,虽然至尊们功劳很大,可是大批大批的主宰们前夫后继也是立下了大功劳的。 至尊毕竟也就那么几个,分身乏术。 又过去了一个月,吉宁他们抵达了单尊者他们所陷进的那处地方。 吉宁站在虚空中,看着前方一颗弥漫着黑雾的星辰。 轻膜法身则是在吉宁身侧站着。 这就是被封建的地方,当初没被攻打,所以都完整的。 吉宁轻声道,我站在这儿,也阴影感觉到了威胁。 当初,至尊们应该是感觉到一丝威胁,所以直接封禁没攻打。 但师父他们真是太莽撞了,这等地方一干闯。 只有完整封禁的地方,才有机会得到一些极强的西斯组兵器啊。 轻摸朱仔则是说道,而且只要小心一点,也是有希望避开些危险的。 都心存侥幸,吉宁摇头,的确有修行者成功了,可以使很多修行者死在了这儿。 进去。 吉宁带着青魔主宰直接高速飞行,朝眼前弥漫着黑雾的星辰飞了过去。 黑雾具有强烈的腐蚀,弱些的永恒帝君都被腐蚀成浓水。 不过,吉宁释放开的剑道本源领域,轻易便抵挡住了一切。 在广袤的黑雾内飞行者,黑雾仿佛海洋般广阔,飞行了足足百亿里的范围,静宁他们终于穿透黑雾,看到了星辰的地表。 星辰一片苍茫,表面有着无数寒气弥漫。 吉宁青魔主宰降临到大地上,看着周围荒漠的世界。 主人,我们现在该往哪儿走啊?而且我感觉到强烈的威胁,似乎朝任何一处走,都随时可能有灭顶之灾。 让至尊宁愿封禁,也不愿花费力气攻破的地方,灭杀主宰当然简简单单。 尊医尚说着,吉宁同时也在仔细地感应,也在循着因果感应。 在降临这片大地后,吉宁就能循着因果感应到单尊者和毁灭神庭之主。 单尊者和吉宁的因果就无需说了,那毁灭神庭之主求到吉宁了那儿,也是有些因果的。 都在一个方向,吉宁仔细感应着,最终判定,转头看向左前方的区域。 他们都在那个方向,吉宁看着茫茫寒风呼啸的区域,即便他的肉眼也难以看得太过遥远。 走,吉宁说道,便直接朝前方走去,青魔也跟着。 在远处的地面裂缝中,有虚无气体冒出凝聚出一个人类的模型。 他遥遥看向吉宁方向,顿时铁表发出了兴奋的波动。 外来者,是外来者,姐妹们,有外来者来了。 他不会发出声音,只会发出这种奇异的波动,波动渗透到地底,很快地面裂缝中冒出了更多的虚无气流。 这些气流都汇聚成一个个人类形态的生物。 姐妹们,有两个外来者,吃了它们,快,我们吃了它们。 顿时,足足数十名类人形生物又化作虚无气流,一条颇为浩荡的虚无气流,气流高速飞行形成狂风。 在这行尘表面的无数寒风中丝毫不起眼,吉宁以高速正朝吉宁他们杀了过去。 吉宁轻魔主宰正行走在这片大地上,吉宁也是无比的小心。 他踏上这片大地,也感觉到了威胁,明白要救丹师傅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自然得谨慎小心。 吉宁陡然转头,看向了右边,目光落在远处一道气流上,那气流和其他狂风气流似乎没两样,可吉宁却能隐隐地察觉到在虚空中隐隐荡漾的恶意、杀意和贪婪之意。 主人,怎么了? 定! 吉宁医生贺令,剑道本源领域陡然扩张,将远处已经快杀到那一道气流给笼罩进领域范围之内。 浩荡未能镇压,顿时那一道气流震颤起来,跟着就化作一个人形。 这些人形甚至都无法保持虚无状态,而是显露出了真实模样。 一个个的是灰黑色的皮肤,个子都不算高,身材娇小,面容甚至算得上是魅惑。 只有手掌和脚掌都有锋利的指甲,宛如刀锋。 这些灰黑色生物们在剑道本源领域的威能下,个个发出了痛苦的声音,同时竭力的挣扎扭曲,双手竭力挥舞着。 这就是传说中西斯族足地最常见的邪魔生命。 青魔有些兴奋,对,他们实力不强,算是最好对付的一类了。 不过,一下子有这么多杀过来,这地方还真是有些麻烦。 基宁观察着那数十名正在挣扎扭曲的邪魔生命,随即信念一动,见到威能迸发,这些邪魔生命在刺耳尖叫声中个个支离破碎,化为了虚无。 邪魔生命很是奇特,只能在西斯族足地范围内生存。 就算活捉着离开,只要离开西斯族足地范围,就会化作虚无消散。 而且,修行者们还发现一个规律,邪魔生命越多的地方,一般也就越危险。 这座封禁的星辰,纪宁他们刚降临,就碰到数十个邪魔生命,算是密度很高了。 希望别太糟糕。 纪宁心中越加焦急,五位至尊给纪宁的星图中,关于西斯族足地介绍,自然是尽可能的详细。 纪宁也越加担心单尊着他们了。 快,前进。 纪宁带着青魔,迅速沿着因果感应高速前进着。 在纪宁他们走过一大片大地区域,仅仅片刻,这片大地地表忽然仿佛流水般流动。 两头四体异兽从中冒出,头顶的独角是金色,他们通体银色,约魔有数十余丈长。 不过体型颇为雄壮,他们的毛子都是一片灰蒙蒙带着死寂。 我们控制的大地有入侵者通过,他们是朝那个方向前进。 两头四体一手都看向前方,前方遥远处正是纪宁他们二人。 属亲者,死,死。 两头四体一手踏着虚空,以极可怕的速度朝纪宁他们前进。 速度之快,恐怕主宰们几乎都无法企及。 只有最顶尖像以雷电一道,光之一道成就主宰的或许才能媲美。 他们毫无顾忌地施展着极限速度,踏着虚空,奔跑着冲向纪宁。 纪宁和青魔几乎瞬间就感应到这股狂暴力量,同时转头看去。 那两道流光已经是冲了过来。 是他们? 银身金角兽? 不好! 纪宁脸色变了。 死! 两头高速冲来的四体一兽践踏着虚空,他们死气的毛子盯着纪宁他们俩。 青魔感到了胆寒,这两头四体一兽绝对能杀死他。 纪宁的剑道本源领域也扩大范围,镇压下那两头银身金角兽。 虽然是镇压着,可他们俩依旧是飞奔着低吼着,同时又是一道道剑光出现,攻击向那银身金角兽的提爪。 剑法玄妙,岂是这银身金角兽所能相比? 两头银身金角兽的四体受到攻击都跌了个跟头,可很快一咕噜爬起来,干脆的直接飞行。 速度虽然慢点,可依旧强行顶着剑道本源领域镇压飞行。 青魔! 纪宁一挥手,扔出六条长长黑色锁链。 速速炼化,你使用这锁链兵器,而后听我号令。 是,主人。 青魔乖乖听令,他也认出来,这六条黑色锁链正是当初捆覆秦火神的六条锁链。 青魔也暗暗咤舌,竟然逼得自家主人用锁链兵器。 其实,纪宁如果真的出手,也还是很容易对付的,可那样需要消耗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力量可就是等于寿命啊。 所以,除非是真的有必要,纪宁都是能不动用则不动用。 两头银身金角兽杀向了纪宁,纪宁凭借剑道本源威能释放出一道道剑光,以精妙的剑术轻易地玩弄着这两头银身金角兽,让他们一次次或是跌跟头,或是亮亮枪枪,甚至有时翻滚倒飞,根本没办法靠近纪宁。 毕竟,剑道本源威能的剑光是能够轻易斩杀主宰的,是媲美异宇宇宙之主全力一击的,虽然杀不死这银身金角兽,可还是能干扰匹敌。 他们借助护道楼,实力虽然颇强,可终究只是傀儡,境界低得很,玩弄他们轻而易决。 纪宁说道,你听我号令,抓住机会,用锁链兵器困住他们俩,直接收了他们。 已经炼化。 轻魔说道,法身也显现出六条手臂,每一条手臂都抓着一条黑色锁链。 就是现在,左边一个,擒住他。 纪宁吩咐,那一头银色金角兽在树道剑光袭击下再度跌倒,可这时候,轻魔立即挥出黑色锁链,六条锁链飞舞,银身金角兽连忙躲闪阁荡,可依旧有四条锁链缠绕住了他,一重重的将他给缠绕住。 他竭力挣扎着,却根本挣扎不脱,甚至很快就奄奄一息,没什么反抗之力了。 这锁链有封尽积取威能之效,轻火又几乎浩荡无穷之威能,当然不怕积取,可这银身金角兽的能量源泉乃是护道楼,消耗稍微大点就扛不住了。 收! 轻魔立即将那头捆扶的银身金角兽收入了一座永恒疾病层次的洞天法宝之内,随即又将锁链给收了回来。 咦,主人,那银身金角兽在洞天法宝内怎么那么虚弱? 因为他感应不到护道楼了,赶紧抓下一个。 很快,锦链和轻魔配合又将另一个银身金角兽给收进了洞天内。 什么是护道楼?我怎么从未听过? 护道楼,锦链的脸色并不算好看,是西斯祖族地真正最危险的地方。 在看到银身金角兽的时候,锦链的心就凉了,知道不妙。 因为啊,这银身金角兽这种傀儡,威力大,虽然大,可唯有护道楼才会拥有。 明白这颗星辰实际上乃是护道楼所在,锦链就知道这次的行程不容易了。 护道楼,顾名思义,乃是护道所在。 西斯族的强大生灵们也是需要修行的,他们一般会不惜代价给自己建造最安全、最稳固的一处地方,也就是他们平常修行生活的地方,护道楼。 一切能够使用的手段,他们都会尽量地加持在护道楼上,好能抵御敌人。 即便比自身强得多的敌人,一般也很难攻克自己的护道楼。 护道楼有一个弱点,它是无法移动的,是固定的。 在西斯族的家乡,另一个混沌宇宙内,护道楼是以他们家乡的混沌宇宙能源为源泉的。 而在纪宁他们这一文明的混沌宇宙内,西斯族是无法利用这一混沌宇宙的力量,所以他们不惜代价建造这处老巢西斯族足地。 这处老巢内也有一处强大的能量源泉,整个西斯族老巢其实就相当于微型混沌宇宙。 借助这老巢的能量源泉,西斯族才能在巢内建造一座座护道楼,建造了就无法移动,这是弱点,可威力也极大,最适合当老巢的。 一座座护道楼是一座座极为难啃的骨头,最顶尖的一些护道楼甚至可能让至尊丧命,所以当初至尊们才没有继续往里闯。 其实啊,只要是护道楼就代表着极度危险,当然宝物也很多,整个护道楼都是宝物堆积成的。 隐身金角兽,一般是护道楼来巡逻四方,查看一切入侵者的。 纪宁说道,我们碰到这隐身金角兽时,护道楼主恐怕已经是发现我们了。 发现我们? 嗯,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会很危险。 说不定我保不住你,你这法身就完了。 主人不必管我,我损失也就损失一句法身而已。 继续走吧。 纪宁没有多说。 带着青魔,循着因果感应,继续朝单尊者,毁灭神庭之主的方向前进。 这颗星辰大地深处,重重机关进至深处,正有着一座塔楼。 塔楼高八层,塔楼内,一名仅仅三尺高的矮小生物正盘膝坐在一个法坛上。 它也是西斯族文明的生命,不过仅仅就是普通永恒帝君的实力。 矮小生物睁开眼,看向前方一片虚空,虚空中显现画面,画面中正是两头银身金角兽和纪宁青魔搏杀的场面,以及最终银身金角兽被捆腹收走的结果。 修行者? 矮小生物见状众美,好奇怪,这两个修行者好奇怪啊。 另一个应该是主宰,看那背着黑色神间的白衣修行者似乎只是道君,而且他的真灵应该在溃散。 一个河道失败的道君,怎么看样子,那名主宰还对他恭恭敬敬。 那领域又是怎么一回事,怎么轻易就击败了金身阴角兽了? 矮小生物觉得有些不对劲。 哎,自从封禁被破开,主人就偷偷溜走了,还命令我必须守住护道楼。 矮小生物咬牙切齿,显得有些不甘心。 他本是护道楼主人的一名追随者仆从,封禁解开,注定了终有一天被攻克。 主人偷偷溜走了,他却只能留守在这儿。 这么轻松就对付了银身金角兽,不能大意啊。 嗯,将它们放逐到第二空间吧。 矮小生物立即开始操控起了护道楼的力量。 矮小生物眼中有着难掩的兴奋。 每一次操控护道楼对付一些强大存在,都让他觉得开心。 因为,那些强大的修行者们真的和他交手,恐怕个个都能随手灭杀他。 可他拥有着护道楼,就反而能玩弄那些强大的存在,这也是他生存下来唯一的乐趣了。 毕竟西斯族战败,他又因主人命令,只能永远待在这儿。 这种寂寞孤独和绝望,如果没有一点乐趣,又怎么可能会活到现在呢? 恐怕早就自己倒心崩溃自杀了。 他们两个是我遇到的最强大的修行者,得小心点,不能像对付其他修行者那般简单。 矮小生物操纵着,同时期待地看着虚空画面。 虚空画面中的纪宁和轻魔正在高速地前进着。 纪宁和轻魔在收了银身金角兽后,近乎最快速度在前进。 那是,纪宁很快看到那些兵器甲衣法宝。 主人,这和丹尊者他们…… 清莫问道,是丹师傅他们的同伴。 纪宁目光所致,周围去世光都在回溯。 很快,纪宁就看到当年的丹尊者毁灭神庭之主,一名头发有少许银白的女子以及一名矮胖老者。 他们受到了足足四名银身金角兽的袭击。 四头银身金角兽太狂猛了,单尊者他们虽然各有手段,可几乎一个照面就崩溃了。 离得最近的矮胖老者当场毙命,另外三个则是立即分散开逃离了。 这四名银身金角兽原本还在追杀,可忽然却都停下,放弃了追杀。 这护道楼,果然有一主人。 纪宁瞳孔一说。 按照预估,上古战争到现在太久了,这封禁又早就破了,按理说,护道楼的西斯族强者应该偷偷离开了。 纪宁曾经有一丝奢望,那主人逃离了,那护道楼没有主人再主持。 不过,他也明白,主人就算逃离,也可以安排仆从、傀儡等等来主持。 可纪宁终究是抱着一线希望,可现在这一线希望也破灭了。 希望护道楼主人是个聪明人。 纪宁微微摇头,随即以挥手,收了地面上,遗留了些假意法宝。 主人,我们现在去哪儿? 怪事儿,但师父和毁灭明明是朝两个方向逃窜,怎么按照因果感应,他们现在在同一个方向? 跟我来。 纪宁自然相信自己的因果感应,带着轻摩继续高速前进。 紧紧片刻,纪宁陡然停下,因为前方远处的虚空荡漾起的涟漪,周围的大地等景色都仿佛扭曲了。 护道楼主人,纪宁众没开口,声音响彻天地。 我来这儿,仅仅是闯荡冒险,并不打算进入护道楼内部,你我无需拼杀。 呵呵呵呵呵呵呵,好一个道具人,我真有些看不透你,不过这是我的地方,你既然敢来到这儿,你的生死就得由我来掌控。 别急,我们的时间还多得很,慢慢来,我会好好地陪你玩的 难道你在那两头银身金角兽吗,我可以送还给你 等抓住你依旧是我的,你身上的所有宝物也是我的,连你这个有趣的道军也是我的 一个疯子,看来孤独太久都疯了 护道楼是西斯族强者保护自己的老巢,一般只要不强攻都不会有太大的反弹 所以金宁来到这儿后都比较低调,也没闹出太大的动静 因为他的目的是救人,并非是攻破护道楼 他以为这么乖乖下去,没触碰到护道楼主人底线的话,护道楼主人是不会跟他拼命的 可显然他错了,这护道楼主人就是个疯子 那疯子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这座护道楼 你们来到我这儿,没有一个逃得掉,你们也逃不掉 伴随着那声响,周围的虚空连汽迅速朝金宁这儿弥漫 主人,给脸不要脸,剪刀领域 金宁眼中力芒一闪,轰,这一颗星辰上空所有范围,进阶出现了浩浩荡荡无数的剑光 金宁显然将剑道本源领域范围扩大到极可怕的范围,笼罩了整个星辰 枕压 金宁丝毫不留情面 过去他的剑道本源领域都是保持比较小的范围,就是不想和护道楼主撕破脸 那既然对方都撕破脸呢,金宁自然也就不会再留守 可怕的剑道本源领域立即就压迫下来,处处微能都可怕得很 该死 护道楼内的矮小生物立即脸色变了,眼中是又惊举又激动,身体都站立起来 这根本就是永恒终极剑道的领域啊 呵呵呵,竟然是永恒终极剑道,防御都撑住 只见这片星辰的地表上升起一片片魔壁,每一片魔壁都只是笼罩部分区域 所有的魔壁升起,将所有剑光都硬扛住 护道楼的能量消耗好快啊 矮小生物有些焦急,同时抵挡所有剑光,这消耗是很惊人的 它消耗的是护道楼的能量,而记名的剑道本源乃是道的力量 是源自混沌宇宙本身的,是真正的无穷无尽的 在一片茫茫空间中,时空都有些扭曲了 黑色沙翼的单尊者正盘膝而坐 他被困在这儿后,便就这么盘膝坐着,没有乱来 在没有看透背后的奥秘前,动得越多,离死亡也就越近 单尊者审视着这片虚空,他闯过西斯族族地许多地方,经验也非常的丰富 他有着足够的耐心,而且他对因果一道,正法一道,时空一道等等都有极高的成就 所以一般的险地,他都能发现背后的奥秘,最后逃出 之所以在诸多道上有成就,也是因为他想要靠自己去复活大哥他们 所以才拼命在时空因果上花费太多的心思 可这些也成为他能够在西斯族族地活到如今的依仗 否则像他这么疯狂,早就死在西斯族的族地了 忽然,这茫茫的空间震颤了一下 单尊者抬起头,看着茫茫空间,他能够感应到 在茫茫的空间之外,似乎有着两股庞大的力量发生了碰撞 那两股力量的浩荡程度都让他心惊 难道是北冥来了 单尊者的表情复杂,他的法身和毁灭神庭之主的法身都在一起 也知道毁灭神庭之主去请茫茫了 要么罢手,要么我们继续斗下去 茫茫冷声道 远处的魔壁隔绝茫茫的感应 不过茫茫很清楚对方护道楼的力量,消耗一定很大 罢手? 有本事你杀的护道楼杀了我 要么就是你死 你们这些修行者还想跟我斗 而且死一个掌控永恒终极剑道的,死也值了 矮小双物从未如此的疯狂 因为掌握永恒终极之道 即便在他的家乡那一方混沌宇宙中 那地位也是极高极高的 地位甚至比寻常的至尊还高 因为一名永恒终极之道的帝君 实力和普通至尊那是相当的 可至尊已经走到尽头,无法再提升 而永恒终极剑道的帝君是有望踏出最后一步的 在这个修行文明还很弱的混沌宇宙 一个掌握永恒终极之道的意义更是非凡 你若是真的帝君,我恐怕一点希望都没有 可你都真灵在溃散了,我还是有希望杀你的 矮小双物完全陷入狂热中 因为他知道,杀死一个掌握永恒终极剑道的 这功劳太大了 就算他死了,真灵回到家乡 恐怕凭此大功劳肯定也会被逆转时空复活 原本都以为再无希望,只能是一直在等死 玩弄些近来的修行者便是他唯一的乐趣 可现在他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解脱的希望 死了,空间分离 矮小生物再也不像一开始那么谨慎的空间放逐 直接就来一些两败俱伤的狠招 他眼眸中满是疯狂 静宁就感觉到 这整个星辰地动山摇,仿佛是被切割的西瓜 瞬间就割成了一半半 怕是分成了数百半之多 自己所在的这一片空间就是其中一半 且是完全独立被分割开的一个空间 这空间完全封闭 纪宁和青魔就困在这被独立的空间之中 要动手就一口气上 不能给他一点机会 矮小生物双眸中满是疯狂 他很清楚一名掌握永恒终极之道的存在是何等的可怕 就算是他的主人 这座护道楼的原主人也是远远没法和纪宁相比的 如果是在家乡 矮小生物恐怕没资格败见这等存在 正因为明白对方的可怕才更加全力以赴 他终究是河岛失败 时间杀 矮小生物毫不心疼就用出护道楼的另一个杀手键 只见一点点散发着采光的杀力飞出了护道楼 跟着在整个护道楼的时空控制之下 直接进入了那遥远的那完全困住寂宁清魔的封闭空间之内 还有毁灭的意见 极限威能血迹 矮小生物咬牙切齿 护道楼是一座塔楼 塔楼顶端开始亮起 出现一点光芒 大量的威能开始汇聚 整个星辰分裂成数百个封闭独立空间 而穷尽寂宁清魔的独立空间中 清魔略显有些惊慌 因为他感到无尽的威胁感 仿佛随时都可能生死 清魔 暂且在我洞府法宝之内 极宁一挥手就将清魔收了进去 极宁他看了看四周 可我狠 为了杀我 竟然不惜毁掉领地 他到底对我有多大的恨意 何必呢 我和他也仅仅第一次见面 极宁也很纳闷 对方为何这么疯狂 一来就碎裂星辰 那可是护道楼的领地保护层 领地被毁掉 等于护道楼少了层保护壳 就剩下光秃秃的塔楼了 所以这也属于两败俱伤的招数 不到生死存亡的那一刻 绝对不会用的 可这种招数的威力也很大 像这等完全封闭隔绝的空间 纪宁的剑道本源都无法攻破 纪宁拔出身后的一柄被轰键 就在纪宁要出剑破开这封闭空间的穷牢时 忽然整个空间内荡漾起了一些彩光 彩光过处 时光都在扭曲 或者速度陡然快上一万倍之多 或者几乎停止 纪宁面色一变 时光莎 时光莎 也是西斯族的特有一种宝物 在至尊基于纪宁的法门记载中 也重点提及 这件宝物对其他大能威胁很大 对纪宁几乎是致命的威胁 身处时光莎威力范围 自己的上半身或许处于近乎时间禁止 而下半身可能时间却流速快上亿万倍 这种时间的扭曲 会让一般帝君主宰们战斗起来很不适应 吃大亏 而纪宁这种真灵溃散的道军 却可能因此真灵急剧溃散 乃至深似 自毁灵地 又来时光莎 就这么要杀我 纪宁顾不得了 当即正中的朝前方 挥着消除了一剑 这一剑仿佛将天地都完全切割 剑光过处 一道剑光水线荡漾着 跟着 这剑光水线在席卷过程中越来越汹涌 从一道水线变成一道溪流 变成了滔天的浪涛 无间的剑光浪涛带着骇人之威 完全席卷那席出来的时光莎 将远处的采光 完全席卷 可怕的剑意 将时光莎 完全湮灭了 正是纪宁水行剑道的一剑 那剑光浪潮 在湮灭时光莎后 威力下降不少 可依旧冲击在远处的空间磨壁 当然就轰的一下 轰击在磨壁之上 这一座空间 整个就震荡了起来 从四周边缘 还有上方的高空 大地最深处 都开始崩塌湮灭 这种崩塌 仿佛浪潮般延续过来 纪宁站在半空最中央处 看着这一切 还以为一剑足以毁灭时光莎 破开这空间呢 看来我力量 还是用了小线 这空间 比我预料的还稳过 纪宁暗道 他也是太节省力量了 能少用一丝 他绝对不会多用一点点 出 纪宁手持北红剑 一剑刺出 整个人化作一道剑光 瞬间朝前方冲去 这一道剑光的剑尖 便是纪宁手中的北红剑 轻易穿透了崩塌湮灭的 封闭空间 朝外冲去 冲出这破灭的封闭空间的一刹那 纪宁便看到远处漂浮着的一个个 仿佛孤岛的空间 在数百个独立空间最中央 就是很显眼的一座八层高塔楼 同时南部 不能并且 颅